尊敬的大德法师 各位同餐道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敬雅佛音 我是敬雅 南无阿弥陀佛 那师父老人家 下面我想问的问题是 生命是从什么时候都开始 可不可以说就是一刹那 这神识一入胎 她生命就开始了 但是很多的女人 很多很多天下 很多的女人都认为 就是发现自己怀孕以后 就急急忙忙赶紧 趁45天的时候 赶紧把它剁掉 因为他们那时候认为 45天它没有成人形 所以那不叫杀人 就急急忙忙的45天 就了结了 所以自己还挺轻松 您说他们这个想法是对的吗 错的 错的 完全错 完全错 告诉你的说 这个神识 神没有生灭的 神识是没有生灭的 对 不生不灭的 他也投胎 虽然是极为 这是现在量子物理学家 都发现了 他没有成型 是个什么样子 最原始的样子是什么 是一个原子 比原子还小 我这说原子 你比较好懂 比原子小 那小得太多了 你看看中微子 这是科学家发现的 中微子 原子当中有原子核 它像个太阳系 很多电子围绕 电子就好像星球 行星一样围绕着它 电子更小的了 一个中微子多大呢 是一个电子的 一百亿分之一 那么小 也就是 把一个电子分成一百亿分 那个亿分呢 那就叫中微子 一百亿分 没错没错 那有多小 你才那么小 那么小里面 它就居住 色寿相星室 那就是生命啊 所以它生命 它不生不灭 任何一个生命 都是不生不灭的 但是生命是 决定不能单独生存的 它是群体的 要依重靠重 要依靠大家的 像我们人在社会上 你不能离开社会 社会每个人 过行过夜 跟我都有关系 我穿的衣服 衣服从哪来的 我吃的这些饭 米饭从哪来的 你想想多少人工啊 在合作 才有这碗饭 才有这件衣服啊 你怎么能离开群体呢 没法生存 那没法生存 极小的这个物质现象 它也没法生存 它一定是 许许多多 这个原子电子的时候 它都是互相交流 互相联系 这样生存的 只有群体可以生存 单独不能生存 那么我们对群体的关系 就要了解 对群体这个爱 就要发挥出来 爱自己 不爱去群体 这错误的 那是假的 爱一切众生 那真正叫爱自己 为什么 一切众生 跟我是密切的关系 一体的关系 一个生命 共同体 在佛法里面讲 叫自信 自信 叫发生 对 发生 难得了 现在科学家发现了 说出这个 这个状况的时候 我们一听就懂啊 跟佛经上说的 完全一样啊 所以一定要晓得 这个堕胎 就是一个星期 两个星期都不可以 为什么呢 他入胎的那个时候 进来的时候 他就是一个 一个生命 入胎 就是一个生命 没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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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入胎呢 就是一念之间的 一刹那之间的 他来投胎了 他跟你就一冤了 就有父子的关系了 母子的关系 那个时候就建立了 所以你要把他杀了 他那个冤仇有多大 对啊 而且这个妇女 也没有尽到妇女的责任 妇女唯一大的责任 就是延续后代 你怎么可以把后代杀掉呢 哪有这种道理 您说师父 就是我们 因为我也是很无知 当初度我胎的时候 我父母特别的生气 特别的愤怒 后来有人告诉我说 你错了 不光是你的父母恨你 最称恨的是祖宗 因为你把人家子座后代 你让人断子绝孙了 人家对方的祖宗 和你自己祖宗 都不会饶过你的 不光是小英灵朴祖 是这样吗 是这样的 我们古书上都有记载呀 古书上都有记载 有记载呀 中国古时候 古书是叫这个小孩 你对太太要好啊 为什么要对她好呢 她替你家传宗接代呀 你没有她的时候 你就没有后代了 你怎么能对得起祖宗啊 所以那你一定要对这个妻子好啊 你要爱她了 那她生下小孩 你要爱她了 为什么 那个小孩就是你祖宗的后代 就是你的后代 你怎么可以造她她呢 讲的很清楚 很明白了 现在人不念古书 不知道了 还有人告诉我 他说就像我们这些造罪业的女人 度过胎的女人 说以前不是家族有那个坟墓吗 家族的坟墓 说你这样女人不可以进入人家族 人家不要你 人家祖宗不认你 没错 没错 是这样的 现在这个世界在这个世纪的后半段 上一个世纪后半段 也就是我们中国人家一家子 六十年前 六十年以前跟六十年以后 生活不一样 那个时候还有点良心 现在最近这个半个世纪 六十年的时候很早 人良心没有了 完全不相信 只看到今天 没有看到明天 也看不到过去 什么事情他都敢做 国报现前后悔来不及了 古人留下来的这些典籍 都是好东西 不是好东西 怎么能留得下来 谁肯用这个心 谁肯出这个力了 给你留下来 从前一本书不容易 都是手抄本 这宋朝以前 宋朝发明印刷书 那个印刷是木刻版 一张一张去刷 很费力了 我们到京宁客金处去看 那边还有木刻版本 在那边印刷的 一个人一天只能做三本 每个人拿到非常地珍贵 非常珍贵 现在印刷书发达了 印个一万本十万本 轻而易举 古时候哪有那么容易啊 所以人家出钱出力 把你东西印下保留的 真有价值 真佩服你 才给你传下去啊 要不是真有价值 对社会 对大众真正有贡献的 谁肯干这个事情 所以现在人不了解 过去那些状况 对古生先贤的教会 不珍惜 不珍惜 希望我们大家都能从 这个论坛的节目中受益 圣贤教育改变命运 从我们自身做起 真心承认自己错了 幸福的人生 就从今天开启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感恩大家的收看 看后转发 弘扬法不诗 喜欢 请点赞 订阅 我们下期再见 南无阿弥陀佛 净